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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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来到佛前向佛陈述了他的想法 世尊 我也发愿 在苏婆世界行结时期 成就抚慰 而我 不会选择五逐恶事 如嘉业佛时期 那样的环境称佛 嘉业佛涅槃后 正法已久 也就消失了 人碎 减少至一半碎 不失 调伏自心 持戒等等善法概念 都消失在世人心中 心材 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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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柜材 文材 手材 和定柜材 这七材 都已远离 把那些教授恶法的人 当成世界尊贵者 对佛法僧三宝 仕同草寂 身口意 但行恶事 毫无善心 种种烦恼 覆盖住智慧至今 对于出离生死苦海的三成圣法 熟事无度 在如此邪恶的环境中 我要成就抚慰 多无有人能够阻挡余我 更何况是人寿一千岁 乃至于人生百岁之事 到了这个时候 连什么是善都不知晓 更何况是 还会有人有善根 五竹恶事的人民寿命 渐渐短小 尽到人寿十岁时 刀兵结在即 世间苦海一片之事 世间苦海一片之事 我当从天还价 来到人间护士终生 红阳善法 而令不善之法逐步隐世 乃至令众生安住在十善夜道中 能够导致烦恼的各大街市 都逐渐稀疤 从而 让五竹恶行的众生心灵 得以清静 人寿逐渐升高至八万岁时 那时候的众生 贪淫 生贵 疑痴 无名 牵涅 嫉妒等稀气 已经是很稀少的了 五彩慧又来到人间成就抚慰 传承三成法来度化众生 世尊 如果我的愿望能够成就的话 请如来为我受计 世尊 如果我不能够得到受计的话 那 我今日就转求生文或者是圆诀 早些出离生死苦海也就是那 宝藏无来 告知瓶舌也无够 菩萨如果有四种懈怠 是不能够迅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 而且会在生生死死的轮回中 饱受重苦的折磨 是那四种呢 第一种情况是 菩萨不能够约束山心头三大方面的轻微 使之破坏戒律 不行时善 第二种情况是 与生文及辟之佛朝夕相处 而放弃无上大愿 第三种情况是 不能舍弃一切所有 在布施的过程中心生分别 为将来生天 为将来生天享受苦欲之乐 带去光心不深 第四种情况是 不能够一心一意 摄取诸佛静妙世界成就 所发出的誓愿 所发出的誓愿 不是为了教化一切众生 如果菩萨具备了上述四种情况 就会在生死之间 九处轮回 饱受重苦折磨 而不能够迅速成就 无上正等证据 当时 宝藏符告言 善男子 菩萨有四懈怠 若菩萨成就如是四法者 盼着生死与生死欲受诸苦恼 不能集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菩萨 菩萨如能做到如下四点 就可以迅速成就佛位 是哪四种呢? 第一种情况是 能够在身口异三大方面 严格按照诸佛指定的戒律 来约束自己 第二种情况是 清净那些发愿求证 无上正等证据的 各路菩萨 并一起修学 第二种情况是 第三种情况是 一切所有之物都可以舍弃 以大悲之心不失一切 第四种情况是 为受苦众生一心发愿 摄取种种庄严诸佛境 还有四种方法 菩萨能够迅速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是哪四种呢 第一种是精情修行不失 忍辱 持戒 精进 禅定和般若 第二种是摄取无量众生 第三种是 心中不离慈悲 息舍似无量情 第四种是游戏神功 还有四种方法 能够在无上菩提道上心无厌倦 第一种是妄心不失 第二种是听讲妙法 第三种是身体 第三种是一教不情 第三种是一教不情 第三种是一教不扇 第三种是一教不扇 还有四无静脏菩萨应当成就 第一是坚物的信念 第二是根据根器说相应法 第三是善根大愿 第四是摄取贫穷众生 还有四大清净之法菩萨必须成就 第一是持戒必须清净 第二是三倍必须清净 第三是智慧必须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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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四大清净之法得以成就 才能够为天人讲经说法 转无上微妙法轮 而这事是一切天人 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在未来之事 我已恒河沙登阿僧底结 进入第二横河沙登阿僧底结 奔出入贤劫时期武卓灭后 人寿增至八万岁时 你在那里功德圆满 成就国位 奥弥勒如来 英功 正辩之 明行足 善事 世间解 无善事 朴玉丈夫 天人诗 佛 世尊十得俱 朴玉 世尊十得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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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射耶摩纳 天罢佛陀的寿迹 顶礼佛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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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种种华香 抹香 涂香 供养佛陀和僧团 并输出一段祭送 世尊无垢 顶礼佛祖之后 如真金山 梅金豪像 白如科学 应时为我 书微妙法 寄我来世 作天人诗 谁有见闻 顶礼佛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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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开一位 名叫尺利杰吉以外 东法月 在行节时期 成就佛位 广度众生 也得到了 宝藏如来的 依依寿迹 尺利杰吉 是这一千人中 年纪最小的一位 宝海繁智 也同样启示他 要发愿求证 无上正等正绝 成就佛位 以期广度众生 他用一段寄送 来激励他这位 年纪最小的学生 应借诸辱所赦众生 未老病死 堕于爱海 必在三游 可谓欲中 饮烦恼毒 互相侵害 长夜堕在 苦恼海中 尸盲无目 尸余正大 久处生死 鸡灯 鸡灯 三游众生 忠苦斥然 以离正箭 以离正箭 安住斜箭 鸡灯 盲无所赌 又无救护 乳因修集 无量智慧 另离吃货 使发菩提 鸡灯 因与众生 作善知识 大火赤燃 与法甘露 令其充足 如今宋网 至于佛所 头顶礼足 做大利益 当于佛所 发妙圣愿 所愿圣妙 善实念之 如当来世 调欲天人 亦当愿师 众生无畏 拔尽一切 悉令解脱 意令去足 根力绝道 语大法语 诗智慧水 灭诸众生 苦恼之火 诗医的故事 诗毅浊 诗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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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尊,我的想法是,不求生死之间的种种果报,也不愿意像声闻和圆诀一样,不顾众生死活而自己处理生死苦海。 我求的是要正得无上正等正觉,挑选适当的时机,适当的世界。 我发愿要度化众生的种类,我先考虑清楚以后再发善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